乌尔战争打得如火如荼 5号开始 全欧洲最大的扎波罗热核电厂 遭到了多次轰炸 乌尔双方互控是对方所为 互相谴责是恐怖主义的行为 扎波罗热核电厂 遭到战争波及 屋顶被炸出了一个大洞 还惊见未爆弹 庭院跟路面上都能够看到飞弹残骸 生怕会重演车诺比核灾的噩梦 联合国现在希望 国际原子能总署能够进驻核电厂 爆炸后的浓烟直窜天际 一旁就是高压电塔 景象触目惊心 乌克兰全欧洲最大的扎波罗热核电厂 5号起接连惨遭轰炸 屋顶被炸出了一个大洞 一旁还惊见未爆弹 庭院和路面上都能见到飞弹残骸 7月7月 在Zielenskow 做了新冠状状态 在达巴罗热核电压 在达巴罗热核电压 为建议共产党状态 实质掌控核电厂的俄军公布画面 指控乌军轰炸核电厂是恐怖攻击 乌克兰也反控俄方自导自演 俄人先告状 扎波罗热核电厂遭到轰炸 也引发国际高度关注 联合国秘书长强调 希望国际原子能总署 能进驻核电厂履行职责 尽管俄方表示 扎波罗热核电厂运作正常 但战火中只要稍有闪失 就可能酿成核灾 重演车诺比的恶梦 乌克兰呼吁将扎波罗热核电厂 周围5公里设为非军事区 这样才能确保核电厂的安全 无连哲编译